历史两个多月的乐华妻子学会建议会,在很快北京,成都,泰国,上海,深圳,广州之后,终于在上周末南京花上了圆满的句号。 作为这次学会建议会的最终场,每次都会带来不同福利的乐华妻子自然,是要给大家准备不同的精彩与惊喜,鼓励之满格的丁泽人与李琴盛,一起献上专门编排的舞蹈,还有成员们可爱满分,浪漫满分的新一首事舞的教学,以及来自乐华妻子那些每一句的肺腑之言,场面温馨还赚足了大家的眼泪。 这么好的乐华妻子,本次也是卯足了敬畏她们应援,从场外的LED应援车,地铁灯箱,T牌应援,商场大厅等等,随处可见都是大家满满的爱意和用心。 到了场内,到底真真实实,地被各家的应援灯牌,和横幅所震撼到了,几乎到了全场观众都各执一块灯牌手扶的程度,而且除了各家爱豆的名字之外, 逼出心裁的口号,豆姐只想夸一句,有才,有才,来一张舞台上视角的认证照,像必成员们也真切,她看到了大家的守护,这种盛世亲眼所见,的确能起一身七七疙瘩, 但诚诚看到诚心姐姐的诚海,还被感动到哭了,几个帮诚的大家拿着应援物,一起结伴走出场馆的气势,太给力了。 当然,除了乐花妻子各家粉丝,对他们的坚定守护之外,大花银行携手犯爱豆,更是豪气包下大屏为妻子刷脸,累积守护职的同时,还大方送出那场签牌门票,福利,方便大家近距离追星。 不仅是线上的打空在现场大花银行,更是搭建了UOB乐花妻子的专属展台,继续为巡回见面会助力,守护乐花妻子和各位粉丝,当场还有娥娥的乐花妻子相关惊喜周边送出,各种福利真是让豆芥都忍不住尖叫了。 妻子粉丝这场精灵,意愿省事虽不轻视流明,但也已成范圈连范了吧,在方式各异的守护之战中,大家最想pick哪家的应援呢? 记得安利给豆芥欧与您审核,您的内容编辑,举此正能量追星,陪你放爱豆,粉丝福利抢先响,爱豆子是一手抓。